在上海中的这种仙子 非常优雅的这样一种鸟 就是国家一级保护的百分之多 全世界所有的百分之多加起来 总共也只有一万只左右 在我们国家这样一些百分之多 总共加起来也就一千只左右 中餐这一个地方就有一百只只 基本占到百分之十 一个湿地的某一种鸟的数量 如果它达到了拢群的百分之一 这个湿地就具有国际重要性 今天我们是对环境进行一下 检测和采样 目标就是说要把湿地 始终把它保护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湿地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这边越冬鸟类已经开始大批量地离开 往北千 很多种类的越冬鸟在这边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野鸭 我们的绿头鸭 斑鼻鸭 针尾鸭 翘鼻麻鸭 另外一些从南半球迁来的一些鸟的先锋部队 也有些到达 比如刚才我们在摊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横移类 有黑色冰鱼啊 一些少量的大冰鱼 还有我们的一些环境横 还有就是金框横等等 那么最近这七八年吧 随着这个生态系统工作的深入开展 鸟类的这个栖息情况 是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2021年我们总共在这个保护区上里面 我们调查到的这个鸟类数量规模 已经超过了20万只 深淫呢 今年是我们的重工之重 根据黄泊海第二期的一个深淫工作进展 我们专门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 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 重民东胎 无论从生态保护还是这个水鸟保护来讲 可以说都是给到了整个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国案例 和中国的一个贡献 根据这个国际惯例来看呢 一个地方深入成功之后呢 它的一个客流量 通常呢 至少会翻一翻 有的性质翻十翻 那么客流量翻上去之后呢 那么对整个周边 深入之后就有一个溢出效应 一定会汇集到周边的一个百姓 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呢 要做到保护和利用相结合 要让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让市民也继续分享 我们这样一个工作 其实每天面对的都是火帽的贪图 风景非常优美的像一些湿地环境 而且看着这么多这个野生动物 特别是这些千辛鸟类 在这边生活得很安心 他们生活得很舒服 未来也期待有更多的人 能够欣赏到这样一些美好的画面 认识到这些实力 既有一些重要 大家都从里面得到了美好的享受 那我们就会各有获得感